网传的土耳其购买36架S35是假消息 土耳其又表态了 怎么总是反复无常 由于S400的购买问题 土耳其和美国F35的纠缠 一度是今年最引人注目的大戏 不过随着S400抵达土耳其 美国把土耳其踢出F35项目后 明眼人都知道F35土耳其是绝对没戏了 本来根据新闻来看 土耳其已经甘愿任命 购买额制S35了 但没想到最近故事又出现了转折 就在近日 土耳其国防部长突然宣称 土耳其并没有购买S35 我们是F35战斗机的合作伙伴 乍一看这消息 不明真相的群众 估计自己难道是穿越了 光从10月消息来看 土耳其和俄罗斯的合作 一直是一帆风顺 在10月中旬的时候 土耳其总统亲自宣布 已经找到F35的替代品 外界猜测替代品就是 苏35或者苏5G的一种 而后传来的消息也证实了这点 包括土耳其本土在内的 多家权威媒体都报道 土耳其已经确认 购买36架苏35战机 但现在土房长的这波转折 实在令人难以捉摸 难道是土房长消息不灵通 不知道土耳其 已经被提出F35项目了 或者说是到这种地步了 土耳其依旧对F35不死心 结合一系列蛛丝马迹来看 许多专家认为 土耳其或许所谋甚大 首先土耳其购买苏35的消息 已经流传几天 土耳其到现在才辟谣 必定是发生了什么转折点 果不其然 一则消息从美国传出来 美国国防部当日宣布 已经和落马公司 签订了价值340亿美元的大单 订单为478架F35战机 其中291架是将提供给美国 但会提供127架给盟友 平均算下来 一架才7000万美元多 估计美军对外出售的价格 也不会超过太多 F35价格在此突破 土耳其不心动才怪 更何况这400多架战机中 说不定还有土耳其的100架了 所以土耳其很可能要通过 和俄罗斯撇清关系来表态 就是为了证明 自己还是心向美国的 不过S400对美国来说是个死结 土耳其的希望依旧是微乎其微 当然还有第二种可能 俄罗斯的苏35价格也不便宜 而且性能也不如F35 再加上土耳其本身 对俄制装备就不熟悉 自然会觉得高价购买苏35很亏 土房账一再强调 属于F35项目国 说不定就是在想俄式一样 希望能压价购买苏35 但这一手玩得好 或许可以达到目的 玩得不好 说不定鸡飞蛋打也有可能